大家好 然后这个视频是给大家说一下修容 然后还有高光的一些 其实高光的话我 高光我等下分一个小视频讲吧 就只讲修容好吧 这个里面 然后因为我的脸是这种 虽然正面看上去是那种下巴 是有下巴的那种尖的 但是这边的这个就是下额骨 就是这个织台的地方 就是有一块比较明显的这个骨头的样子 所以侧面看的时候脸感觉会比较大 我量包在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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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这就在这 不管 然后 所以我就是我是一个很需要修容的人 然后我修容饼都已经用完了 一块还是两块了 差不多 所以我之前用的是那个Remo的那个Matte Bronzer 就是很好用 那个可能十几克吧 然后便宜特别便宜 然后就是几十块钱这样的 很大一个 然后颜色也非常自然 觉得很好用 下来 跳到桌子上去 我家猫怎么特别皮 然后就说一下这个 我是怎么修容的吧 我觉得修容我比较喜欢的耍褲 这几把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修容跟腮红 我觉得修容跟腮红的位置 就是比较都比较 惊喜 所以我觉得这几把都挺好用的 其实这一把也还不错 就这把是那个Sephora的这个 49 然后这个就是找这个修容的位置 也还OK 就是它本来是一个腮红刷 就是 还不错 就是而且它的粉色 就是算比较松的猫 就是你要暈染开就还也还OK 然后这一把就是对应的是这个Sephora的这个 Full S-L Full S-L 就是淘宝是有圆丹的 我觉得圆丹的质量很不错 然后这个是PROF Mini Full Coverage Airbrush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高光啊 无论是高光还是这个 修容 我觉得都很好用这个 然后其实56跟55很像 55我也有 就是 所以我觉得56 55都差不多 不得死 就是当时这个毛 会比较紧实一点 然后呢 就说是这个Rail Techniques的家 家的这个 Dual Fiber Contour Brush 这个Dual Fiber系列我很不喜欢 现在变成那种 就是原来的那个版本嘛 现在变成金 就是银管的这个 然后我觉得这个毛有点扎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 它就是毛刷比较少 猫猫怪 然后毛刷比较少 然后就是 比较适合这种 像沾取这种高体啊 或者怎么样 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比较 不会沾取太多 因为它会前面这一部分 会沾取到嘛 所以不会沾取到太多的 产品 所以就 就是会比较自然 然后我觉得修容里 是要慢慢一点一点点 OK 然后也是这个 Real Techniques的 这个Contour Brush 然后这个是套装里的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单独卖啊 这个好像也是套装里的 这两个都是套装里的 然后我觉得这把 是我觉得最值的 就是它无论是高光啊 还是修容啊 还是眼下的这个定妆 我觉得都很好用 然后这把真的是 我应该是最爱的 就是第一把刷子最爱的 这个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真的很多功能 就是一把刷子都变全天下这种 当然也要洗什么 OK 然后还有这个是 这个 这个 Haku Hodo 这个 跟Sabro合作的 这个系列 然后 我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高光 或塞红刷 然后它也是 就是它 它超级无敌软 虽然它也是一个 这个 嗯 就是人工的 我这里面推荐的毛 应该都是人工的毛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是很适合这个修容的位置 就是找这个位置很适合 看然后还有这个 Elf的这个 Blush Brush 然后这个也是跟 那种类似比较松短的毛 然后就是 冰粉状的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然后也超级比较便宜 然后还有一个NARS的这个 这个我买的是访单 然后这个 因为据说 本来原来的这个NARS的 这个刷子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刷子 然后据说这个刷子 它本来就不太好用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 就是修容的位置非常的 就是它是一条线嘛 就是感觉特别的方便 找这个修容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推荐 OK 就是这几把就使用的刷子 然后今天我就是 嗯 开始修容吧 然后 那我先用这个 Ruture UK的这个修容膏 然后这个修容膏 然后我就是 嗯 中间的这个颜色用的是最多的 基本上这个白的这个跟提亮子都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合适吧 然后 然后就用这个 嗯 Sephora Pro的这个56 然后就沾取这个中间的这个颜色 然后可以沾取一点 深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呢 然后先 先先看你的位置就是 嗯 这个耳朵到这个嘴角连起来的这个位置 我家猫又在这儿捣乱 老师分散我的经历 然后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收进去 或者你找你的颜骨下方一点点 就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嗯 然后这样 就可以看到我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凹陷在这儿 然后基本上就打到这儿就是 就是加强的一个 一个作用 就是把这个凹陷加强 然后就 而且就是修你想要打进去的位置 就是修你想要打进去 比如说还有这个地方 我需要打进去 就把它轻轻轻 轻轻一下 然后下面的地方 还有这个 嗯 就是下饿骨的地方 让你就是 看起来更瘦一点 啊嘿嘿 不要弄 不要弄妈的刷子 下去 下去啊 下去 下去 它刚刚跳到那个发浪台上 OK 然后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当然就是 如果你额头大的话可以修一下这个发际线的位置 这个发际线的位置 OK 然后 修一点 OK OK 突然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之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嗯相机它不会太明显 就是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接下来就再用一个粉状的修容 是这个CAMMAKE的这个 这个有点偏黄 就是 对于太白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偏黄一点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HUPPERTODER的这个 这个 和SFAR合作的这个刷子 然后就这样子移去 然后抖掉一点粉 然后也是这样 照准那个位置 就是 照准这个位置 然后晕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之前用修容真的不要太狠 特别是在英国的时候 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脸都很窄 然后我觉得我的脸真的太大 所以我就使劲地用修容那个时候 然后随便把RAMO14克我都能修掉 然后 现在看一下这个对的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有一个这样的凹陷 这边就是 虽然有但是没有 特别多 太有吵笑 OK 然后就是 当然笔印我觉得也 蛮重要的 然后笔印我去用这个 就用这个CAMMAKE 这个 嗯 好了好了不差 然后我觉得 然后笔印这个东西就是 很立竿见影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 你要扫的就很明显都会有 OK 就这样 嗯 我不知道 相机上你们能看到明显 但是我这 你就是看到我这边有修进去 这边是比较大的 OK 等我 那个回来一下 然后两边现在都修了绒 然后 然后 就感觉到比较上镜吧 就 然后额头也修了一下 然后 就觉得比较上镜 然后 嗯 就是说一下这个修容的产品吧 我觉得修容产品多种多样嘛 那 就是可以用这种 比如说是 眉粉里面这个最浅色 就是 鼻影色修容也可以 其实 当然就是比较难占去 因为这个 刷的比较小 那还有就是 像眼影啊 就是什么 像那个 MAC 之前很有名的 那种 Omega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是MAC Sculpting Powder 然后 当然也可以用生意好的粉饼 像我之前买的这个 MAC的这个 嗯 就是它那个限量 它这里面有一个 Cocoma 已经拿出来了 但这个我就是买 买 就是私后买错了 这粉饼 然后就用这个来修容 我觉得蛮自然的 就是 嗯 它就比我脸深一些嘛 颜色 嗯 也蛮自然 就是而且 像比这种粉饼 就比较细 然后就是 嗯 修出来也蛮自然的 所以就不会 太夸张的效果 然后 当然也有这种 像这种膏状的修容膏啊 这个是那个Beauty UK的 然后 我知道这种 这种一般都是 但是 什么Carvondi有那种 就是 特别多一盘 还有那个 Anastasia 那个 Burly Hill的 那个修容 但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买一个 三色 就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吧 像这个就是 嗯 这个contour 这个是brown 这个是highlight 然后这两个我一般都是用这两个 这highlight太白了 就是 嗯 而且我不能打 因为我是混油皮嘛 要自带高光的那种 然后 其实今天我以为打一点点高光 但我平常就是不打 因为都出油嘛 后面 然后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Berry M 还有一款就是粉状的也是三色的 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的 之前那个 啦啦 之前那个 之前那个 嗯 Pixi Wu就是 就是做那个 Real Picnic Surgery 看我爬来爬去 皮色 然后就是 Pixi Wu有推荐那个 这个 还有Berry M 的那个 羞容的 我觉得其实都很好用 Berry M 我买了 但还没拆开 然后也有这种日系的这种 嗯 就像我刚用的这个 开Make的这个 嗯 我觉得就是 颜色可能稍微偏黑 啦啦 偏黑 嗯 偏黄一点 它颜色就是 大家选选好颜色 然后还有这个 Integrate的这个 嗯 这个是新的 我还没有用 就是 也是两个 就是一个高光 一个 嗯 修容我觉得这种还蛮好的 然后又便宜这个 当然也有BECA的这个 BECA这个我 我好像我听说没有在卖这种 嗯 修容跟高光 双拼的这种 这个 挺好用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就是这边是高光 这边是修容 然后它颜色也很好 就是不会 就比较自然的颜色 不会太 真也不会太浅 然后 真的很好用 这个 当然没有我就不说 所以BECA的 其实粉状 还没做的 还挺不错 修容更高光 然后这个色套是 这个 然后名字也在上面 OK 然后今天有关于 修容的 嗯 一些问题 就是到这儿了 因为修容对我来说 就是 我如果要出去见人的话 我是一个 必不可少的 底部 步骤 就是 底妆可能随便 然后 我今天连眼妆 其实都没有画 就是 画了眉毛 跟嘴 嘴巴脱了一点 唇膏 然后 就是底妆 还有这个修容部分 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 希望这个视频 对大家有用 然后也欢迎你们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 嗯 希望大家都 就是 有点开心什么的吧 下次见 拜拜